字幕志愿者 张哥 HELLO 各位早晨 来到8月23日星期五 欢迎收听今 disparity开市值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中微证券研究部 折找董事王伟豪 tapping ravi 为 lowered anda coat vs 市伯段解答 ID 朱son Raffi sudahliche 马社 美股星期四先升候跌 恒指夜期跌到171点 当然今天大家关注注册外围 Jackson Hole 央行年会的消息 以至港股多质的焦点业绩股 今天看看表现 亚里今早就见到好消息 可能大家是否冲敬北水 有机会可以炒一下亚里 待会都可以问一下Raby 怎样看 大家有什么股票嫌囊的话 都欢迎WhatsApp留言名我们 电话席96133819 或者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市场注视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 星期五在Jackson Hole 央行年会演说 而美国最新公布的制造业数据 未摆脱收缩并且差过市场预期 拖累到美股气氛 道指曾经升过8点 之后转跌最多306点 标指曾经跌大约1% 纳指曾经跌1.8% 道指收市跌177点 收报40712点 标指跌0.9% 收报5570点 纳指跌1.7% 收报17619点 美场债息回升从上3.8离关 美汇指数也反弹0.5% 日元下滑近1% 金价曾经跌超过1.6% 焦点美股方面 Tesla跌超过5% Google和亚马逊跌超过1%和2% Meta和苹果跌不够1% 微软也跌了2% 英特已跌6% 表现最差的道指成分股 NVIDIA英伟达曾经升穿130美元 但收市跌超过3% 收报123.74美元 AMD跌近4% 台积电跌近3% 中概股和ADR表现 网易和百度公布业绩之后 美股捱沽 网易比起本港收市跌1成 截算128.28 百度跌超过3% 截算83.63 京东跌2% 亚里、腾讯和美团 给本港收市跌大约1% 汇丰控股ADR 截算67.01 给本港收市价升0.5% 友邦跌0.7% 港交所建行和比亚迪跌大约1% 今早外来市况 导致期货回稳 40887 19点升51点 纳资期货 很多人都靠稳 法子亚泰区股市方面大致向下 但日本市现在不是跌很多 日经平均指数38,190点 跌20点 南韩股市跌幅0.2% 澳洲市跌0.3% 有新西兰市做好 新西兰市跌0.6% 恒指黑旗 可能预示港股要低开 黑旗电影过百点 马里斯和Rabby谈谈外围的市况 说了很多天 在等星期五年 杰森河央行年会 美国已经展开了 真正的重头戏就是今天 香港时间晚上10点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会发表讲话 美国现在最新有些经济数据 大家有担心经济 究竟是真的这么担心 还是纯粹说 因为鲍威尔就来说话了 所以资金不如先获利回吐 因为现在市场 其实都几乎认定9月会减息 你自己怎么看今晚如果鲍威尔说话 我们关注的重点会是什么呢 操作上会有些影响 究竟美股最近好像也挺强的回弹 你还能否延续到 当然了 我想到了这些位置 如果论美股的水平 无理解指数或者可能是过股 其实像你所说过这两个星期 就是过几两个星期都弹回上来 就是所谓弹回上来 因为早两个星期又怕要衰退 那天就急减过一段时间 现在其实已经修复了 但是到了这些位置 我觉得有点尴尬的 可能要再看一看 比如说这几天才能再判断那个方向 因为就是这么说 我想美股 大家经常觉得跌了下去 总是会弹回上来的 一来可能是相对性的问题 有哪个市场可以选择呢 所以那些钱始终会回到那边 而二来也经常说 那边有些主题性股份 多这些东西炒 所以仍然是这个模式 但是这次是不是真的一样呢 我想接下来留意几件事 特别去到尴尬的原因就是因为一来 最主要是这个问题 到底衰退的情况是否真的存在呢 昨晚其实也有点点 是类似这些方向的 所以市场才是又回回一点 借息又上去一点 因为那边的数据 出来又令大家有点点忧虑 虽然来到是否仍然是这样 其实真是很老土地说 一定是看着数据 特别是九月初 我想比较关键的 都是就业数据 因为每逢九月或每逢月头都会出 上一次倒是因为月头出的飞龙 特别是失业率的情况 令大家有这样的忧虑 我想来到这几两个星期 特别是九月头 这些数据是怎样的呢 如果你说又来多剂是有这样的情况 也要小心的是市场的调整压力也会大 因为始终这一阵也弹得很急 一个很短的时间弹得很急 反过来反过来 你弹得很快也会很快 我想也是要看着数据上 究竟对于衰退阴霾的看法是否仍然存在 而且在昨天这样回之下 其实你见到BIX也升了一点 虽然不主要很高 但是对比月头那一转 当时倒下其实差很远的 现在应该是17左右 但问题也比几十次 可能是13、14的位置弹点 也有点从图上来 究竟没有形成反弹的趋势 但BIX是反弹向上的话 其实美股也有一个调整压力 这是第一点要留意的地方 以来看着鲍威尔的讲话 坦白说 杰森浩 其实我自己觉得 你说对这个市场是否真的很重要呢 看看大家放在什么位置 虽然每天都有人说 看是否会说减息那样东西 但这个其实已经不是一件重点 就是如果他不说减息你才会害怕 突然说转口观 或者说减50点你才会害怕 正路基本上是一定减和一定减25 这是一个绝大机会的机率 因为按照这件事 其实他说不说是没有分别的 因为现在市场都已经估计了减25 那不会确定 他说减息你才会觉得是减的 所以反而看看有没有这些 突破性的说法 但我想这个机会性是低的 因为其实这个 一来其实都是一些学术会议 其实以往每年都举行的 是近几年 特别重点上关注了一些 以往年都会有的 都是一些学术的讨论会 但是你说会不会在这些会议 突然说到减50点 如果他这么说真的会吓死大家 就很明显地 经济很差 所以你说的重点 一来留意有没有这些 比较突破性的说法 以来其实比较大机会 看不是说是减不减息 其实反而今次的主题 应该会讨论通胀的情况 看看他们会不会说到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有 隐约地觉得 基本上储局是放弃了2%的目标 不会等到2%才减息 不断说趋向是这样 就是之前已经搬了路门 所以这次可能是 他会直接说 根本上不会看这件事 或者改了整个方向 因为基本上现在通胀 分2%是一个很低的机会 就是要去到正确2%以下 我想机会性真的是很低的 所以就要改了 看看今次会否讨论这件事 反而这个可能是 你一个要留意的地方 但我想整体来说 正如刚才提到 就是看看 到底这些说法 这些方向或者之后的数据 有没有重新的忧虑存在 因为如果突然间有这件事 自然美股的调整压力也会有 所以我觉得 去到这些位置 才入场就有点尴尬 那可能是等待 等这几天 例如今晚 我认为特别 看起码10点钟 先说些什么 这是最直接的 如果过这几天 下星期头回来 也好像没什么 那你才再追回 或者再入场会比较好 我想让一些 以黑味特别过去 但常都没有追到朋友 也会稍微这样去建议 不如也说一下 大家也很关注NVIDIA 因为昨天反高潮 升完又再插进去 我想可能有些人都低位 有机会骂了 如果短线操作 会不会都差不多 还是其实不用急 不如不用急住 不如在这边只住 或者有些人还想再去骂货 要等到什么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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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